河北洪水一直是大家最近讨论的话题 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洪水未退 网上却掀起了捉舟宝北京之争的热议 8月2日 河北省委书记在保定市和熊安新区 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时强调 有序启用蓄质洪区 减轻北京防洪压力 坚决当好首都沪城河 书记话音刚落 8月3日 胡锡进在北京发文 金金记作为同一个地理单元 在遭遇特大暴雨时 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个时候绝不已有为了保谁而牺牲谁的思想 也不能把一个地区当成另一个地区的护城河 其实这次河北泄洪是不是为了保北京 大家都清楚 河北省委书记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而有的媒体就不这样认为了 8月2日 受到降雨的影响 河北霸州市霸州镇部分村庄出现了约0.4米到4米左右的积水 有多名人员被困 哎呦气死我了 气得我这心都抖了 我也得说两句 那个商商报的 说这个霸州的水是下雨下的 这是谁呼说的 啊 怎么胆子那么大呀 商商报的那个人 你们那良心就够吃了 啊 我这刚耍抖音 中央电视天13频道 报的是霸州 这雨时 下雨下的 你们家那雨下这么大呀 你们家那下过这么大的雨啊 啊 焚红道 焚红道中间 四十存个旗 存结呀 圈延了 啊 这老百姓损失多大呀 连个蒲盖卷都搬出来 没成像有这么大个税啊 你们给下来这么大个税 没了 还叫 还说我们是下雨下的 啊 这是损失多少财产的 多少人的生命安全的 多少人流离失所呀 撇甲失业呀 一辈子的急需 因为第一天 风水灌进来 结尾是已经不散减了 十四位好像一点没降了 现在有那么几个特别 不是世界的问题 你们明明去粉红项里的雪 为什么猫阳过到 什么雪是下雨下场的呢 你们见过自己多两岸 一夜之前 一岸急需 谁就自己一岸 一岸就能有点浇水了 还有 为什么多柔 跟叶山搏夜边 那些粉红 河北巴州的洪水 是因为 泻洪还是下雨呢 这种公开的不实报道 引起了居民愤怒 甚至有的 直接在网上开骂 只是大部分视频 已经被删除 最后 政府不得不冲面 向人民做出解释 看着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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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 抖了一天 这个眼抖的都中的 不是这个村 收在这 眼里进了村的 都不都是没了房地儿的 哎 这是什么年头啊 这是 哎 这是怎么弄的 谁知道 哎 弄他妈咪的 都好吧 老头在家 那年后几天 要这半月的喝了 都没点水啊 哎 脚面上的水啊 哎 那这老公说 你啥 看不见吗 我说 这泪水 他不得去喝了 来呀吗 你去哪里呀 你他说的 菠菜改地的泪 这回 哎呦 还真是菠菜改地的 亲们 你们走看看 有菠菜改地的泪水的吗 啊 我咋七十二都没看见过呀 哎 你老是成家的 你小时候也喝了 你这个大请喝 走几步都倒了 喝别了 你水五五的 你那大溜 哎 有这样的年头吗 哎 你说是人的事啊 你说是老前爷的事啊 你们要拿着奶们下游 这人当回事 拿着奶们下游 这人们 这命当回事 你可水之域那么大吗 你们早上茶喝了放 奶们之域这么大 惨吗 奶们 你们根本拿着 奶们的老百姓们 都不当回事 那死都死 那活都活呀 哎 你要提前再喝了放着 至于这水这么大吗 哎 我这都亏六十的人了 我怎么看着过这样 年头 哎 你说你们成天的智力 成天的弄 你们弄的什么呀 越弄越带出来 这就这么这么些叫 你吹吹的 你们都是不叫这老百姓们 不叫奶们 活呀 你们呢 哎 你们还那么搞得好 奶们搞得好 你们吹吧 什么也不是啊 就是你们经常的发财 你们这千老千赚的手 哎 你们这水库的这水 准时慢慢流流的 又不是慢慢流的 你们这回老百姓们 你们这次做倒泡吹 哎 你们又得喝了提前泡着 慢慢的泡着 至于这么大财情吗 咱们俩我看 看透了 奶们落北姓 这些个损失 我看你们谁负担 要不你们看着 外面的事 外面的事 Figure they're going toat her 你什么숫 你看 我们的精神 好 啊 我们的小伙伴 加密责 马 Toy 咱们 我们的 hustle 你在拿着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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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